前文再續書接上一輩 上次我講到楊展認得欣膠的翻天印 是廣城寺的震動之寶 就前往九仙山桃園洞去見廣城寺 對她說 欣膠不罰朝歌,反罰西奇 還用師叔利的翻天印打傷了拿渣 好橫行霸道 所以弟子奉到丞相之命突然問過明白 廣城寺一聽生氣到真 蛤?這個畜生違背私言定租不賊之禍 我已經把震動之寶全部都給了她 她還發過毒勢 想不到竟然會變卦 廣城寺等楊展回去 她說隨後就會趕去西奇 這裡我們再說楊展離開九仙山 趕到來中南山 向雲宗寺廣民來議 說西奇來了一個叫做馬善的人 刀斬不入水火不侵 不知道是什麼作怪 所以特地來隻照妖鏡一用 雲宗寺聽完即刻把寶鏡交給楊展 讓她返回西奇 第一 楊展上馬提刀來到鎮前 此名道姓要捉拿馬善 馬善出營 楊展暗用寶鏡一招 哎呀 原來是一點燈頭火 在裡頭仿下仿下 兩個人戰都大概是二三十個回合 楊展就炸敗回城 對姜子牙說 成相 馬善原來是一點燈頭火 偉護就說 世間有三盞神燈 袁刀洞八景宮有一盞 玉虛宮有一盞 還有就是靈袖山有一盞 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盞燈火了 楊卿可以去三道地方看一下 便知分曉了 楊展就先到玉虛宮問白鶴同志說 老爺面前的玻璃燈有沒有點著呢 白鶴同志就說 有呀 點著了呀 楊展就趕到靈袖山沿角洞 一看 見洞前的那盞神燈已經關了 他就心中有數 趕快進去拜見閻燈道人 閻燈警楊展來到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問了 你來這裡做什麼呀 楊展就回答說 老爺面前的玻璃燈關了 道人擔心他的頭向前一望 哎呀 可言見那玻璃燈是關了 他啞了一聲就說 這個畜生 突然走出去作古作怪咯 於是楊展就將整件事情的經過 從頭到尾的五一十港都出來 閻燈道人就說了 楊展你先回去吧 我隨後就到 好 楊展趕回西奇對姜子牙說 城上我已經去到靈袖山見到閻燈大師 把事情已經說了給他知道 他說隨後就會趕到來了 楊子牙很高興 這個時候 廣城市已經來到 楊子牙燈道殿前 廣城市道了歉 他說 頻道 不知道有這樣的變故 是我的罪過來呀 就等我出去將他招他回來 他出城來到城湯營前的大聲說 跟我叫殷教快快出來見我 殷教聽聞 說是一個導引前來 他擔心會不會是自己的師父呢 但是到底要看看才知道啊 他出營一看 果然是講成子 他馬上便污到污身就說了 老師 弟子甲就在心不能傳禮 廣城只見他身穿黃蝠 他很生氣他大聲說 畜生 你不記得在山前是怎麼說的 今天為什麼會改變念頭啊 殷教說 師父 弟子又怎麼違背使命呢 弟子知道我父親殘虐不仁得罪於天下 知我的弟弟殷孔 他到底犯了什麼罪呢 竟然被姜子牙用太極套 將他化為飛灰 這件事豈是有人心的人所作為 老師反而我投靠修印 未知有什麼用心呢 講成子就說了 殷教 你為什麼會聽那個山公跑的說話 山公跑一向跟姜子牙有過節 你早就知道的啦 況且這件事是你弟弟夠猶自取 他自己拿來衰的 可以說是罪猶應得 也是天數以定 殷教反駁說 師父 就算山公跑說的是假話 我弟弟死的又是天數 但也不會他自己走上太極套 造此這麼殘酷的極刑 老師你回去吧 等弟子殺到姜上報了仇 在於東征的事 講成子她說 你有沒有記得自己發過的毒誓呢 殷教就說了 師父 弟子甘願受此酷刑 決不會狗且偷生 講成子聽到這裏就生氣得真 執劍劈過去 殷教用激架著她說 老師 你沒什麼理由會偏幫姜上啊 講成子又一劍劈過去 殷教用激架著關聲 他繼續說 老師 何必為了人家而傷了師徒的和氣 講成子就說了 這個是天數 你為什麼還不醒不過來 你這樣做 必要殺身之禍 又一劍劈過去 殷教依然用激架著她說 師父你記無前 就別怪弟子 拼擊殺過你 兩個人戰武幾個回合 殷教就祭起師父給她的翻天印 講成子一看 哎呀認真不行 方望借種地金光法逃回西奇相府 她回到來上府 姜子牙雙刑 見廣成子的氣息不太好 就聯網問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於是廣成子就說了她徒弟恩教 因為不聽山宮跑的說話 不聽梁言雙犬 反用翻天印來打她 從頭到尾都說出來 姜子牙就不知道翻天印的厲害 兩個人正在說的時候 門官進來品報說 是廣燈老爺島 姜子牙和廣成子兩人 將廣燈道人營到大殿 廣燈道人就說了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了 連我的玻璃椅也來搞搞震 這個是天數 欣交的事大 馬善的事小 等我先收了馬善之後再說 第二天 姜子牙獨騎出城大叫說 馬善快來見我 印教明馬善出去看了一下 姜子牙到底想搞哪科 馬善領命出營 跟姜子牙戰武幾個回合 姜子牙撥轉四筆像就走 她並沒有回去大營 而是撥騎往東南以途 馬善就根本不知道她的主人在等著她 趕不到幾戰之地 只見在柳陰樹下站著一個導人 這個導人讓過姜子牙 攔截到去路他大聲說 馬善你認不認得我 馬善裝作不知道 一於就照走過去 一槍就照吉過去 只見閻燈道人從三袖籠裡頭 拿出玻璃燈向空中一掣 明王跟歷事說 和我將玻璃燈帶回去寧就山 馬善想避 但是怎麼被撤呢 只要乖乖就範 再說閻燈道人回到城東的上府 正想要怎麼處置殷嬌 忽然說殷嬌來到城下挑戰 閻燈道人就說 紫牙宮 你去吧 不用怕他 你有幸王岐護身 他傷不到你 姜子牙全令點炮出城 當先來到鎮前他說 人家 你有負私命 當受來頭之刑 不如及早投賀 免致後悔 人家咬牙切子 拍馬衝殺過你 匹夫來將我的弟弟化為飛灰 我和你勢不兩立 姜子牙執劍雙營 那邊有溫良拍馬助戰 這邊有喇喳接著屍殺 這個溫良 你都別說他沒東西來 他濟起白玉環來打喇喳 但是他不知道喇喳 也有乾坤軒在手 乾坤軒濟了上半空 金打玉就一定打得碎了 溫良大叫一聲 前來拼命 拿債壓個金磚打過去 正拼中溫良的背妹 只見溫良向前一鐘 未曾閃落馬下 正想說扔老鬆人 沒料到又被楊儉壓金彈 射穿他的肩膀 從馬上跌落堤 當堂生氣 印教劍溫良被殺 馬善又一去武回頭 心裡頭好火滾 馬上看翻天印打姜子牙 姜子牙急忙展開幸王旗 一時之間 萬道金光托著那個翻天印 哈哈翻天印竟然下不下來 姜子牙跟著就在打神邊 將欣教打落馬下 楊儉急急上前 想拿他的人頭 好歹欣教的副將張利 夾急忙騎馬搶出來 折住私杀 欣教才撿回一條命 借討頓宗人 那姜子牙得勝回勝 賢登埋怨廣成子 將翻天印交給他徒弟恩教 怕會誤早姜子牙金台敗仗的日期 廣成子心裡頭當然很內疚 實請賢登道人想辦法 如何來除這個恩教 即是賢登也沒辦法可想 好了 講回恩教 大雙逃回去劏盈 心裡頭悶悶不落 曲絕整套戲 忽然報進來說 有一個導引求見 自稱是火龍島嚴忠仙姓 姓羅叫羅孫 說山公跑請他來坐千歲破西奇感的 知見這個導引頭戴余美觀 面如蟲組 一抹紅色的牙刷鬚 身穿大紅八卦衣 騎著一筆赤煙驅 恩教見他之後 就將他迎走進來請他上座 問他吃齋啊 因為吃雜 知道他吃齋 就擺齋驗款待這個導引 那這個導引就老實不客氣 照察可言 只一年過了三四日那麼長 依然不見這個導引出戰會 姜子牙 恩教就覺得奇怪 就問為什麼 這個導引就說 我現在正等著一位導友前來 這樣才好出戰 總而言之 一定能夠助理成功 請殿下你大可放心就是 又過了幾日 個個然然來了一個導引 只見這個導引 黃色的臉 呃 喀喀求鬚身穿造福 自先是九龍島練氣時 姓劉叫劉環 因為趕練法寶 所以才來遲 到了第二天 兩位導引出現挑戰 姜子牙和中門人烈鎮相認 羅宣一馬當先出陣 和姜子牙互通了性命 揚言說 獄區門馬欺負他的交友 幾大要和姜子牙見過高低 講完 指定他吹開那批奇艷區 使兩把飛煙劍 直取姜子牙 姜子牙揮劍相認 打到幾個回合 喇喇鐵火尖槍作戰 劉環也接著施殺 姜子牙門人多 不由分說 楊展、黃天化、土行孫、雷鎮子 從天上、雷鎮子、地下、土行孫 馬上有楊展、黃天化偉護 幾路夾攻 羅宣建這樣頂不順了 搖身一扁 變成三頭六臂 一手撿趙天印 一手拿著五龍槍 一隻手拿著萬鴨湖 還有一隻手拿著萬利起雲煙 兩隻手拿著飛煙劍 打著六個人 又打了幾個回合 這個羅宣又製到五龍鎮 將雷鎮子打到落地 將黃天化打到玉其鎮 幸好得金鎮、木鎮、兩鎮舊番 楊展正想放敲天犬 來咬羅圈 無聊到姜子牙早已經製起打神邊 將羅宣打得幾乎翻下赤煙區 拿著製起了乾坤圈 將那個劉環打到七孔 噴出到三味火 兩個導引 就大敗回營了 再講張山在原門觀戰 見西奇的門人這麼多 製起這麼多的法寶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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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過心裡頭暗自嘆息說 唉 滅傷的 必定是姜子牙中人了 他心裡頭很不安樂 再講羅宣回營失利 心裡頭恨之入骨 食藥療傷 和劉環兩個人商議 要將西奇燒成平地 放解心頭大恨 他們想 今晚就將西奇打發得乾乾淨淨淨 免得廢我清心 劉環就說 好 他做初一就我做十五 離得他這麼多 正是姜子牙災難又治 他只知道得勝回兵 何曾想到會有這一著棋呢 在多猛二更時分 羅宣流環 各城赤燕區 借火頓騰空 將萬里喜雲煙射入西奇城內 各位 萬里喜雲煙 是一種火箭來的 納著都會著火 凡是見到他 辣到的東西都燒到合合聲 這樣一來 城裡頭渣就變成一個火海了 連相府皇宮也搞到煙火禮慢 周武王嚇到跪在金街上 討告皇天後土 趴在地上猛那麼哭 姜子牙也束手無策 但是這陣子的賢登大師 好像早已知道有這樣的事 在暗暗地偷笑 並沒有半年驚惶失措的樣子 一點都不打緊 到底為什麼呢 各位這個就是事必有因 聽下去就知道 難道這個賢登大師 早已經心中有數 好了 先賣個關子 這頭我們再講那個羅宣 這陣子又打開了萬鴨湖 千萬隻的火鴨飛騰起上來 猛攻衝入西奇城 再製起五龍鴨 就化了五條火龍 就將石牆、石壁全部都燒通了 流環就更加糟了 接火相助 凡有燒不到的地方 都由它燒 簡直是頭井下石就變本加厲 西奇的軍民被火燒到焦頭爛額 東奔西喘 殼爹叫糧 情況十分淒慘 那是呀是呀 羅宣和劉環這兩個人 搞到西奇城一片浪跡 那姜子牙的處境十分危險啊 除了 五條火龍 雷 深圳